家族皇省回复 暑假避免麻疹潮 一歲以下寶寶建議先打疫苗 台灣人很喜歡去日本玩 可是又聽說 現在麻疹在日本 好像有點開始 就是要小心的 所以你的兩個小孩 一個是 三歲 一個是七歲 七歲你就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他才剛打完 第二劑的麻疹疫苗 三歲的很多人就會說 那我要不要去之前先打一劑 那先跟各位講 其實三歲它的保護力 小時候一歲打的保護力還夠 所以基本上 真正有危險是一歲以下的 那麼 我就先打 譬如說我還不到一歲 我先打保護我 但是這一劑不能算在你 這個疫苗的手中 之後還要再打 對 你一歲以後 你還是得再補打 你真正的正式的那一劑 所以六個月到一歲 這是有一個折衷的做法 六個月以下真的是沒辦法 就要你又取悅一下 作非只有你會怕 對 所以就真的沒辦法 就算了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他成年人 我們都知道疾管署有公佈說 其實1981年以後 出生的人他的麻疹的抗體 其實是漸漸不夠的 對 所以其實1981年以後 如果你真的打得到 恭喜你 那你就得到保護 如果沒有打到 也不要太緊張 因為基本上你身體的抗體 雖然掉 但他的記憶還在 免疫的記憶還在 就算不幸感染了 通常也不會太嚴重 了解 所以不用太緊張焦慮 所以大概目前就是 最需要的是 六個月到一歲 如果一定要的話 他們要先打 再來就是1981年出生以後的 在這個機場醫院工作的人 那最後才是剩下的那些 沒有在機場工作 沒有第一線要碰到外國人的 這一些族群 你們如果剛好已經有疫苗了 那麼再去補一劑 了解